常明 常明 常 来了 今天呢是老爸生日 算一算 又快六十了 得考虑考虑退休的事了 爸 有君哥帮你一起打理公司 事事都津津有条的 您不用担心 你大哥呀 管理上的确是有才华 有能力 但是在这个思维这种想法上 比较固执 不太灵活 你觉得情侣怎么样 我接触过几次 他的经营思路 的确跟爸爸很像 你也这么觉得 说句心里话 这小资本里边 我虽然看好就看好你 不信 这些失踪了 怎么回事 爸 你先别急 这这什么情况 就他们口被抓走了 怎么可能 他不是跟你承证在一起吗 就是宁城明报的警 他说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放屁 就是他搞的鬼 不行 我去看看 不不不 先别急 别急 你现在结业没用 我跟兰兰先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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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就是在您的门身上 你知道吗 他搞的鬼 您必须按安全权地 把钱给我带回来 走 哥 你照顾爸 走 你没干什么 别动 别动 大哥 这个不值钱呢 不值钱 不值钱呢 你咋这干啥呀 我跟兰兰 我跟兰兰 别动 大哥 大哥 你看 这玩意儿 跪了 你干啥了 假的 出来 假的 林诚明 怎么回事啊 人呢 我问你我妹妹在哪儿呢 喂 小易 怎么了 哥 刚警方和我沟通了 说我提供的最后的定位地点 在崇山路口 那东西应该是 被他们发现之后就丢了 怎么办啊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情况有变 我来不及解释 这饭卖终于到了 把我给饿死了 闭嘴 酸笋的味道 但是不臭 还有点辣味 这应该不是面 还有颗卤蛋呢 大哥 你们吃的是云南米线吧 绝了 真逼人 这里这么安静 应该不是在市区吧 这郊区卖的米线 哪有市区陈婆家卖得好吃啊 你们给我带的饭 该不会就是米线吧 米线 妹妹 我跟你说啊 话别那么多 别跟我耍话头 你要是敢跟我玩套路的话 你这十几天 就别想吃东西了 十几天 你们是要饿死我呀 大哥们 我 我这饿死了 你们不都白忙活了吗 大哥 大哥 俺觉得 他说的又道理啊 一味道 我 用你的内闻 快点 看来他们并不是小艾伙的命 那是为什么 掌嘴 我看不见 我总得看得见才好吃吧 大哥 要不把他眼罩给摘了吧 反正才逮着口罩 也认不出咱俩是谁呀 摘来吧 谢谢大哥 没事 来 吃饭 那个 你们绑我 是为了找我手上那个 直播艺人额钱吗 是 是 我们不知道什么直播 不知道直播 不知道艺人 我们也不想知道 不知道 不重要 不重要 你别看我这样 生活的艰辛我都懂的 我当年刚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 还不是一步一步打工过来的 想当初 我那个艺人 什么狗屁都不是 要不是我一直带着他 他现在还是接上一滩烂泥呢 所以啊 你们要是找他要钱 就是五百万 他也心甘情愿地给 你 你慢着点 刚刚说的 多少 五百万 五百 你们不知道我是干直播经纪的呀 那算是可惜了 我那个艺人 没我他真的不行 所以 你们去找他要五百万 就这点小剑 他肯定愿意给 你闭嘴 你别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八道 给我把他嘴封了 不不不不 盐盐给我封了 别 大哥 我没有骗你们 我真的没有胡说八道 他是游戏主播一哥特别的红镇呢 你相信我 你看他直播就知道了 大哥 俺知道 戈壁村人的帖头 就 就是赶了这直播卖货的事 对 家里啊 都赶到散洞方了 散洞了 等会儿 你怎么证明 你怎么证明 真的假的 又怎么了 李显的账户 给我打赏了五万 还真是 不过他怎么突然给你打赏 这是他给咱的信号 你等我一下 播完了再来 那个 各位青帮好友 我 我今天大姨不来了 先下播了 月亮 等等我 你看这 几个脸啊 五 几 几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你妈要放啊 大哥 这是真钱吗 当然是了 不信你们开个直播 开个账号 我立马给你们打钱 大哥 还知道 这玩意儿叫提线 就是别人给咱打多少 咱就能踢多少 赶紧给我开个扣 我要喊个呗 快点 那我们俗话说得好 这直播玉小黄金万两 两位大哥 你们开直播一定能活 我给你们打几几人 这个什么 几几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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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把我挂 挂了 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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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是个叫 白骨经理人 打来的电话 会不会是 有人发现 打了警察 发现了 等等等等 来 告诉我 白骨经理人是谁 说 快说 这是个卖保险的 天天给我推销这个推销那个 我烦死他了 所以才存的这个名字 白骨经 是人吗 不是 白骨经肯定 白骨经 卖保险的 对啊 你尝尝啊 卖给你 这么凶的吗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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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等一下 给我把他手机找的 卡给我背了 快点 快 快点 快点 马力点 大哥 俺发现一件事 就是吧 这数级 他平时 有定位 在那个QQ的路啊 他 他会 一迪的路会发现 你不早点说 把手机给我砸了 砸了掉 把他绑掉 快点 把他嘴封起来 大哥 别别别 别 别疯了 帮了帮了 帮了 所以说 李浅对观景内部的案情 并不知情 是吗 我可以接吗 接吧 晴晴 怎么了 什么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好 他说李浅刚刚登陆了账号 然后给顾着搭上了五万 但当他打了电话过去 对方很快就关机了 太反常了 您的兄弟们 还有 让那个小卢一起配合 他办呀 大哥 你想不要怕 他办 不要怕 他办 我先擦个汗 他 你忘了吗 找我们办事的是谁 是大马哥呀 分分钟几百万丧下 我现在就打个电话了 我看好了 你 喂 大马哥 没有问题 一切都在找我这种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事情 我们好像 暴露了 啥 妈 你会不会办事啊你 你 你让我咋跟客户交代呀你说 这持细细你都犯这么大错误 想 想转正呗 想转正呗 你 你就等着 让客户经理处理一下 喂 马老板 没 没打扰你休息吧 小马 那个啥 我 那那那俩小弟 没砍住我 出了一丢丢 小查测 位置可能暴露了 什么叫暴露位置 手机给打来了 你是怎么管事的 就这么点事也办不好 以后怎么跟我做大事 我要不是看在你和我同情同性的份上 找了你滚蛋了 等着 我跟着马总打个电话 马总啊 非常遗憾 通知你一个紧急状况 这个货有可能被发现了 怎么回事 马老板 你不说好万无一失的吗 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也是经过专业团队的讨论 只是认为有被可能发现的危险 别风险了 你们现在肯定是被警察给盯上了 我知道了 那你让他们把李浅转移到马头吧 但是你记住 这一次你得跟着 不是说人抓着了就跟我没关系了吧 放心 等我接到人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马浩 患难的时候 才知道谁是真的 不是吗 小易 附近没什么线索吗 我要不要往前再看一看 不用了 刚才警方已经给我来消息了 说是位置已经找到了 在哪儿 说是在新区那边 刚才浅姐登录了自己的直播账号 我们直接就反追动她手机 找到位置 好 但我还有点不放心 如果是曹梅动手的话 你一定会角脱三枯 而且对方很有可能发现 李浅已经发出信号了 你能不能查到新区那边的监控 我看一下 能查是能查到 但是现在那边电网升级 主路上的摄像头都看不了 那附近的私用摄像头能看到吗 那不行 没有手续 新区主路 天津的厂房在那边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